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在汽车领域 一款车的销售额已经成为人们在选车时的重要指标了 卡罗拉这款车所取得的成就一直令人瞩目 自面世以来不仅在汽车市场屹立不倒 还创造出了打破世界纪录的销售奇迹 不过玉带皇冠必成其重 其背后成功的原因不禁让人好奇 卡罗拉是一款非常具有历史气息的车子 他的年龄能够和现在的爷爷被相提并肯 在1966年卡罗拉的第一代产品一出现 就收到了消费者的热讽 这款车在外观设计上十分简单 线条的大量应用和小排量的发动机 是这款车的最大特色 当时很多的消费者都入手了一辆 不过卡罗拉并没有被眼前的成绩冲昏头脑 转手就开始了第二代产品的研发 在车型外表和尺寸大小方面进行了改进 并且在发动机配置方面也进行了提升 随着一次次的产品更新 卡罗拉逐渐在汽车市场上站稳了脚蹬 成为全世界消费者所追逐的对象 就算是在遭遇日本外部萧条的经济环境后 卡罗拉也仍然保持着创新精神 抱着重新开始的态度 卡罗拉的第九代产品顺势而生 这代产品的车身空间更大 稳定性更加 耗油量更低 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中也有很好的销量 目前卡罗拉的产品已经更新到11代了 每一次的更新换代都是一次新的飞跃 这也就不奇怪 他可以打败市场中的众多对手了